大家好 歡迎回到歐洲卡車莫尼 我們今天要來送貨 我們要送大香腸 沒有 我們不是送大香腸啊 就是要送那個又大又肥美的香腸 沒有就是香腸 我們今天要送什麼 好 我們今天要送香腸 OK 那今天的距離沒有說很長 好像是 我看一下喔 誒 那個資訊是哪一個 喔 資訊是這一個 太久沒按了 兩百 只有兩百三十三公里 所以沒有說很長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直接出發了 好像有一段時間沒有玩那個什麼 沒有玩歐卡了 所以有人就稍微來歐卡 上一張歐卡是什麼 上一張歐卡是 運送那個 那個 遊艇對不對 那一張好像也過滿久 然後之後就沒有再抽卡 只要上一張那個 沒卡那個 開寶世界狂飆 然後直接被我們撞爆 OK 出來沒問題 方向盤在轉喔 那個視角的按鍵一直跟著轉 所以轉到哪邊要按哪一顆按鍵 完全都搞不清楚 所以有時候視角這邊亂亂跑 那我先開那個scania S 很久沒有開這台卡車頭 因為這台卡車頭真的 我在現實是沒有開過 所以我不知道 因為在遊戲裡面反而就是蠻好開的 比就是一些Volvo或是 其他的卡車頭還好開 不過我覺得開最少的卡車頭應該就是 那個吧 Eveco吧 Eveco卡車頭 我說真的 我真的開不到 沒幾次 因為他的卡車頭的馬力真的沒有很大 然後 開車開起來又很慢 所以我覺得 這個 真的讓我有點不太想要開啊 Stay right and then exit right go straight go straight 剛才那個地方有差一點 沒有要過來 因為那個 導航的上面顯示很像 很像沒有要往這個地方走 如果剛才沒有過來的話就直接錯過了 錯過的話 我覺得原本200多公里的里程速 我看應該要變成三四百公里了吧 我看應該要變成三四百公里了吧 都那麼大 應該沒有撞到東西吧 OK 非常好 烏鴉嘴 烏鴉嘴 大家都是烏鴉嘴 我自己就是一個烏鴉嘴 然後這邊給我封路 說怎麼 道路會變成四五百公里 然後現在要給我改到 我 我才懶得鳥女 我真的受夠 我真的受不了 我這強行硬闖 OMG 我這快笑死了 如果是限制世界了 我這早被罰爆了 我這受不了 我才不用這什麼 弱道什麼的挖哥 天啊 怎樣 我就是想要闖過來 我這受不了 再一直改到 超煩 說什麼 如果我再錯過 下流道 馬上就變四五百公里 好 就算錯過了 就算沒有錯過 你還是給我來個 路中間 還來個 緊急事件 然後還先要改到 WTF 到底是搞什麼鬼 難道是我那個 隨機事件還挑得不夠低嗎 我已經調得超低了 然後死不死 就是一直有那個出現 Stay right 超煩 超級煩 我已經煩到 我剛才就已經整個 直接闖過去了 在這大香場 闖越 封鎖地區 這是一顆正報 啊 我剛才的速度好像開太快了 就直接切過來 沒打方向盾 因為我的方向盤來不及 就是轉回去 如果直接拉回去的話 就等於是幾萬了 不要跟我講是封路 如果在這裡是封路 改道的話 我真的要發飆了 原來只是事故而已 每次看到前面封起來 我就會心想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哇靠 該不會又要改道了吧 就是馬上就是臭臉 也就變成我們很開心快到 剩一百公里以內 前面出現警示燈 臉馬上臭掉 不過不一定是 每次都是封路改道 就像剛才只是 有事件發生 可以就是 換個車道就好 那個就還好 像剛才那個喔 那個真的是烏鴉嘴 說什麼路程變三四百公里 結果一下去 馬上有事情發生 我現在最近阿 歐卡跟美卡都開始開 玩自排阿 這好像 真的沒有什麼在歐卡跟美卡 玩過自排 所以就是來看一下 感覺其實自排真的 開起來就是真的 方便許多 你不用一直排檔 沒有 沒有 有啦自排跟手排都有好玩的地方阿 自排就是方便嘛 不用一直換檔 手排開起來就是 手排那種開起來的感覺就是 很爽 所以 每個人都有 不一樣的喜歡的那個 開車的那種方式 這是收費站嗎 應該不是吧 應該是收費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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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怪喔 我現在打之前那麼多張好像 好像很少 遇到那個收費站 沒什麼遇到收費站 超久沒看到收費站這種東西 誒 要讓我走了嗎 我繳錢了捏 好像要付錢了 走還不讓我走 很容易就超速 不知不覺就超速 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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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是有那個農田在收割那個滾木吧 用一個收割機吧 沒有看清楚 進去 不然開得有點快 開11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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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虹皮疙瘩 虹皮疙瘩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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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前面直接突然警示 是剛車禍嗎?應該不是吧? 應該是路上隨機的事件 奇怪又怎麼了?突然狂踩的煞車 差點追撞 又是收費站 沒人的收費站欸,超恐怖 好,我們快到了,我已經看到GPS上的量 這麽快喔?下車道了,我也還要在前面一點 超速15公里,OK 這不是我不會超速的,真的很容易超速 不知不覺,而且不知不覺就超速 而且我不知道是太久沒開歐卡還怎樣 感覺是煞車變得很 煞車變得很,怎麼講 就是有點煞不住 煞車強度沒那麼強 可是我應該速度太快 可是我應該速度太快 OK,米車趕快走 我應該要在內地 我應該做了 我應該要來 我應該要替我 你應該要去 你應該要去 我應該要去 你應該要去 你應該是 你應該要去 這個要是撞上去,在現實界我看我的頭應該已經不見了 他剛才在煞車,我是有稍微在踩煞車 我以為他不會那麼快就立刻停下來 我以為他會慢慢慢慢的停 結果我錯了,他是馬上就停下來了 所以開車真的要小心點啊 不是你以為怎麼樣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開這次很多突發事件 希望不能撞壞這輛完美的車頭 這輛史達尼亞的車頭 說真的,現在卡車頭已經不像以前那種 很久以前那種 怎麼講,很多人觀念就是卡車頭就是 那種工作用車輛啊什麼的 就是沒有坐得很舒適還是什麼 其實說真的,現在卡車頭已經 他的舒適度已經不舒服那種豪華轎車了 現在卡車頭真的越坐越舒適 就是越坐越豪華,裡面坐的空間越來越大 後面的床,空間也越來越大 裡面的便利性跟什麼都很好 冰箱,電視,電磁爐,烤箱什麼都有 所以我覺得現在卡車真的是很為司機著想 這樣子也才有人想買 就是司機可以休息的時候可以舒服 畢竟司機都是要長途開車 只不過,比較那種長途 超長途的那種卡車頭 就是不適合台灣 台灣的地震沒有像歐洲或美國那樣那麼大 需要就是什麼 一連送或送那種超久,好幾天什麼 所以不太會用到後面的那個床 或是一些其他的東西 可能有些司機睡覺也是會在後面睡 但是不會像國外那樣在找一個加油站在後面睡覺之類的 完全看不到後面 完全看不到後面啊 換個地方 不好意思,我的技術太爛了 不要吹噓 我本來就不是看 沒有啦,就是不要請各位嘴下留情 完全看不到那個點在哪啊 太遠了,這不是現實世界 上次說,稍微有看到 上次說用VR 可以真的來試一下 有看到了 太誇張了 我是太久沒有玩歐卡或是沒卡開卡車的嗎 就連這樣子這麼簡單停進去 我也可以給他停歪 OMG 我的技術可以說廢到不行 我的技術去哪了 我平常可以停一下這麼快就停進去 這種東西 不應該再錄個好幾次啊 唉 重點是他這個貨櫃後面有一顆小輪子會轉 所以應該是說 應該是說他這個角度不能照著 一般的那種貨櫃在 他可能要提前一點 因為他後面那個輪子 他會輔助你 就是 他會 稍微再引導一下這個貨櫃 那我有點不習慣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天啊 我覺得這張非常不滿意 尤其是在後面停車這裡 感覺今天的 停車技術瞬間消失 之前 好啦 剛玩美卡跟歐卡的時候 那時候還不會開 還不太會開卡車停車的時候 不要說 其他正常來講 在停的時候 我 我認為是還算蠻OK的 但是今天突然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歐卡 這張就到這邊結束 希望各位喜歡 那一樣都是希望的影片 可以幫我讚 那如果新來的觀眾喜歡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歡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分享影片 那我們在下一張的歐卡再見 掰掰 我們下載的影片